小朋友呢 都很喜歡看西方的魔法 譬如說巫婆啦 然後巫師啦 你看他們都會騎掃吧 而且就可以很自在的飛翔 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你要說這些神奇的交通工具 可能中國更厲害喔 速入空的金斗雲 一般就可以好幾萬公里 然後呢甚至速入空 它只要拔一根毫毛 它就可以變化出無限的粉繩 你看比現在西方的 複製的科技 複製人複製養是不是還要厲害呢 那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其實是西游記 這是中國的一套 非常經典的奇幻小說 很適合小朋友閱讀 因為它的原點實在是太厚了 文字太多了 而且因為它當初寫的有一點半文言文 所以不是那麼適合孩子閱讀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特別請了張家瓦老師 他把他家裡重新改寫 但他的改寫又不是只有情節 很簡單的情節 他保留了很多炎柱的精髓 然後把一些重複性太高的情節把它刪除 另外就是譬如說不合理的情節 還是說有些情節沒有連貫的那麼緊密 那他自己再把它重新之後架構 所以呢你說他是重寫 其實一部分也很像是他自己的再一次去創作 那如果說小朋友閱讀這本書以後呢 那你又覺得故事這麼長 因為它有三本 那你又記不住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設計了一個桌遊 那你可以閱讀完了以後 你可以透過桌遊 然後再來複習情節 另外呢 小天價版的西遊記跟一般又有什麼哪裡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每一張的後面呢 其實我們還加入了西遊情報誌 那這個西遊情報誌呢 其實就會提供很多 很多譬如說裡面的知識 或是說一些科學的驗證 這個其實是一套非常經典的書 那裡面有很多的典故 中國的典故 我們知道的一些國學常識 其實都出自這裡面 我覺得帶孩子在小學這個階段 如果有機會 我們不妨就引導孩子去讀 傳統的中國的經典